吴迪南总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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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本单眼 请大家看讲义 第25页 第一行 洪蒙味叛 灵根法源 请看超本 鸿蒙未叛者 无极未造 元气未化 太极未分 本是一真实相 空极如如真体 何谓鸿蒙未叛 鸿蒙是自然的造化 这个自然不是我们念头世界 你的念头观念里面那个自然 具体来讲是跳脱念头 自然 那个我们一般称为 法尔如然 真相是无极未造 就是在无极的状态里 没有任何的征兆 元气未化 这个就是无极未造的真相 我们知道这个元跟气 元就是根源 根源就是无极 或我们称为一真 那这个状态是气既已理 这个气 不是我们一般通常才用的气 它是视为先天的 它就是没有念头的世界 所以先天无念 我们称为无为法 那我们一般 说元气的气 就是所指的是后天的 后天就是我们动了念头以后 后天 有念我们称为有为法 所以有时候我们方便说先天后天 是一个善巧的比意 我们势必要把这个定义清楚 以免混淆 认为先天后天都是念头里面的 那就错了 所以太极未分本是一真实相 这个太极来自于无极 我们可想而知 前面的了解就可以知道后面 当然太极未分 这个就是最原始的原始 最根源的根源 本是一真实相 空极如露 这个就是所谓的真体 好 我们再请看下 是以无极元气 尚未造化 无正照端倪之机可见门 接下来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 以上所说的 就是无极元气 尚未造化 何谓尚未造化 就是没有正照的端倪 知机可见门 我们人 总是执着我们的六根 眼睛看不到的 耳朵呢 听闻不到的 或者是你感受不到的 你认为它就是没有 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大出路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听闻真道的真理 才能够真正看到真相 再请看下文 由是空而无物 无方无缘 无形无相 十五可止 空无便意 十五可明 灰言莫意 有以上的这个说明啊 我们可以了解 自心真体 空而无物 无方无缘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我们在念头的世界里面 用念头啊 定出时间空间 我们用念头来定定你 念头世界的游戏规则 那这些呢 都是暂时的一个假象 我们可以好好的应用它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 当真啊 而去执着它 这样呢 就会不得自在 那现在我们反过来 看到我们无念世界的 我们最真实的本来面目 原来 它是没有念头的执着 基本上它跳脱了时间 也跳脱了空间 所以时间三季的过去 现在未来 只是一个抽象 是我们念头里面 一个抽象的定义而已 当然啦 我们活在当下 要有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 我们刚刚提到 你好好的应用它 但是你千万不要执着它 执着它呢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应用 像这里讲的 无方无缘 无形无相 十五可止 空无便意 这些呢 都是你 万般的自在 你的自心真体呢 你才能够回归 但是呢 现在啊 我们站在 念头世界的角度 来看 我们无念自心真体的 真实实相啊 所能够用言说来比异的 就是这些 所以这里讲 灰言莫意 我们还是要借由言说呢 善巧方便的 种种比异言说呢 我们才有办法 来引导大家 再请看下文 灵根法言者 鸿蒙未判 无极未造 真体在先 我们在真文里面提到的 灵根法言啊 就是鸿蒙未判 无极未造 真体在先 也就是说 我们的自心真体 在无始的无始 任何征兆呢 还没有显现之前 它就 本然记住了 所谓鸿蒙未判 刚刚我们有解释到 就是自然的造化 还没有启动 你的自心真体 滑耳如然就记住了 再请看下文 是以真体乃是天地之始 太极未分 阴阳未立 自心先游 是以自心意识万物之母 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个自心真体呢 太极还没有分 阴阳还没有确立 你的自心啊 都已经记住了 那个体已经鲁鲁不动了 安住呢 在无极一针的状态下 是以自心意识万物之母 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可以了解 宇宙生命啊 天地万物 一切的一切 都是从你的心性本体 变现出来的 所以万物之母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心真体 从那个根源处变出来的 再请看下文 故生命宇宙 万灵的尊宅 天地万物 造物的主宰 乃是自心真体 所以由以上啊 我们可以体会 整个生命宇宙 万灵的真宰者 就是您的自心 天地万物啊 造物的主宰 也是您的自心真体 再请看下文 它是灵世的主根 生命的根源 是宇宙万伐 天地万物之穷源 我等人人 本然既足矣 所以由以上呢 我们可以了解 我们的自心真体 是万灵啊 灵世的主根 生命的根源 是宇宙万伐 天地万物的穷源 我们前面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的自心真体 自心真体 人人呢 本然记住 不分贫富贵贱 所有的众生呢 都记住这样的一个真体 好 再请看下文 灵根法源之自心真体 以鸿蒙未叛之无极理态 乃自极原始之气理状态 此自理原态 翻为生命宇宙 自己原始的真相 这一段呢 非常深入地告知我们 我们的灵根法源 就是我们 鲁鲁不动的自心真体 它是在鸿蒙未叛 前面我们提到了 最自然的造化 还没有启动之前 它呈现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叫做无极理态 什么叫无极理态呢 它就是自己原始的气理状态 所谓的气理状态 就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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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无极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无极刚刚我们提到 它是气足 只是我们的六根感受不到 但是这一段是要告诉我们 气足的状态 它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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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话 我们听起来很抽象 为什么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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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势必要把相对的告诉大家 你比较能够听得懂 太极是理 气 气 听起来好像刚好相反 无极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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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无念 它是空极 也就是鲁鲁不动 那太极呢 就是万法的根源 但是它已经开始动了 动的最开端叫太极 那个是离 气 气 那都还没有动以前 叫无极 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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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离啊 是一种理论 离呢 你就顾名思义 它是最根源的根源 它并不是没有东西 它是有气 这个先天的气 就是我们刚刚提的这一个字 我们用四元的这个气 是所有一切生命宇宙的最原始的元素 那个元素呢 就是气 但是这个气 是不动的 叫气 气 气 开始有征兆 动了 但是微微地动 那叫太极 所以太极 就是离记忆气 离就是不动 但是记忆气 就是这个最先天的气 开始萌动了 初开始那个萌动 那另外一个圣者的讲话 一念不解 生三戏啊 就是在一念不解之下 很维系的念头 那是不同的说法 所以彼此对照 我们更能够明了 灵根法源 是在鸿蒙未叛 刚刚我们讲的 鸿蒙未叛是什么意思 就是无极的气济以理 它是先天的 它就是最原始的原始 那个本来面目 就是你的真面目 它的作用就是上一节课 我们讲的 能够无知而无不知 无伪而无不伪 它就是光色无量 它就是清静庄严的世界 万般的不可思议 是你我我们大家都拥有 我们现在呢 一直努力的力争上游 我们要作严归根 回到我们本来的家乡 本来的根源呢 变现的一切庄严相 就是我们本来的家乡 那是万般的庄严 所以并不是从外来的 你本来就有 所以这个定义呢 我们一定要先了解 那才是所谓你闻到 真实的道理 所谓的真道 好 我们再请看一下吧 这一段话 讲得非常地详细 这是我们所没有听过的 刚刚我们一直提到 无己自理之理太啊 就是我们的自心身体 它保持在 鲁鲁不动的空极状态 我们也了解到 太极的始化 所谓离忌器 叫鸿蒙死判 这个过程中呢 经过这里所讲的 五太混沌 就五个阶段的变化 这个五个阶段呢 叫做太易 太粗 太实 太素 太极 这个混沌呢 也就是 开始动了 因为它很原始 我们用六根 还是感觉不到 鲁鲁生化 鲁鲁呢 就是自然的造化 最后才形成阴阳 我们不要论到 前面的五太 就是第六太的阴阳 那算已经很粗了 你有感受得到吗 我们还是感受不到 我们很多人都会拜神 神就是阴阳之气 汇集而成的 包括你自己 你也是阴阳之气而来的 只是它是很原始的 阴树 只有两种 阴跟阳 然后呢 我们知道才变四象八卦 这样衍生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阳 这样的一个树状图 我们就可以了解了 我们来到这一段 才了解 原来阴阳是属于第六太 阴阳我们都感受不到 它前面还有五太 那五太的前面才是无极 这个变化的微妙 太微戏了 不是太微戏 是我们的心太粗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感受到这一个过程 你感受不到 它一样是在发生 那现在我们从这里了解到 我们要逆流而上 朔源 而归根啊 你不知道朔源 你又如何归根啊 我们再请看下一段文 陀藏深化 形成之理器 行直 以体用之前五太 皆无振造端倪 隐傲深忧 故世人不亦节之 这一段也是进一步的说明 那我们对照于上一段文的五太 上面是五太 下面也是五太 这两个太是不一样的一个字 一个是太极的太 下面的五太是状态的太 这个太就是现象的意思 太一是离 太初是气 太时是行 太速是直 太极是体用 从太极的五太来看 这过程中的状态变化 也就是它的现象的机转变化 是从理器行直 然后才有体用 第五太的体用 它就是太极 就我们一般讲的太极 那从这里你可以知道 太极往上 还有四个阶段 再往上推四个阶段 再往上 那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这个就是我们师尊的过程 那相反的过来 我们现在呢 师尊要回尊 要逆流而上 也要了解这个 而经过这个 这里告诉我们 皆无正照端倪 我们一定感受不到的 就是变到第六太 阴阳 我们都感受不到 更何况更往上的 所以它是属于 隐傲深忧 世人不亦截止 我们世间人啊 没有办法了知这些真相 只有在历史长河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些圣者 在不同时代里面 用不同的说法 来禀告于天下人 但是真正能够相应的人 以整体来看啊 实在也不多 所以云云昌生啊 就在这种 不亦截知的状态下呢 找不到回家的路 永远呢 在自心真体之外啊 流浪生死 苦不堪厌 所以我们真道学 都是一语道破 非常清楚地阐明 直接了当地告知你 带领大家 真正深入地了解 让每一个人 都能够回归到自心真体 最真实究竟的一面 好 本单元啊 就讲到此 谢谢大家 祝大家幸福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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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